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资源人员和物资 正在中央统一指挥下 不断向武汉汇集 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派出三支医疗队 共450人 除夕夜分别从上海 重庆 西安三地乘坐军机出发 于昨晚23日40日分 全部抵达武汉机场 今天正式进行工作对接 投入到武汉地区的几家病例较多的地方医院 开展救治工作 解放军就是定性完 但凡遇上重大突发事件 人民子弟兵总会出现在第一线 同时大连夜 128名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紧急整理行装 出征湖北武汉 支援湖北省疫情就职工作 加上其他省市之前和后续的援军以及后勤物质掉入 相信最初医护人员面临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将很快得到缓解 医护人员和解放军医疗队成员都放弃了自己的假期 放弃了与家人共度新春的时间 争分夺秒与那个肉眼看不见的恶魔作战 他们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出的是大爱和大善 同时这种精神对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建立是至关重要的 与之相比有一种大恶也在肆虑 那就是谣言 流言 各种网络社交平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从这两天看 有的谣言制造动机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流量和博取眼球 而是将音频视频图文批量加工 统一投放带有生动社会扰乱社会目的 网络谣言两大特点从未改变 一 短期内受众难以辨别 二 寿命很短 危害很大 已经被公开辟谣的谣言有 武汉某医院尸体无人处理 郑州空中喷洒消毒药物 深圳49家医院免费领口罩 武汉小汤山重新选址重建 小摩香油低鼻孔可防一切病毒 吸烟防毒 鞭炮消费 最新的谣言是 中南山院士被传染 正常人很难理解 那些人为什么要刻意编造这些谣言 共青团中央今天核实 关于武汉某医院存在尸体无人处理的信息 是视频加工再加上黑鹰制作而成 这就是有组织的定向投放谣言 这种高水平谣言 制作黑手 有的是境外邪教组织 有的是情报机构 如同当初活跃在中东的白头盔剧组 虽然每天都在辟谣 但明天后天还会有新的谣言出现 加上一些喜欢足臭追星 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和大微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谣言比病毒跑得更快 影响范围更大 疫情信息被披露公开透明 不等于放任谣言士气 实际上刻意制造的谣言 也伤害了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 从传播选理论来说 无需核实的谣言传播死效 永远高于核实发送的权威信息 有些微信群里有人发送 南汇八十二十香蕉有病毒不能吃谣言 不久被人指出南汇八十二十是西瓜 传播者还正正有识 不管怎样我也是一片好心 在疫情战的同时 我们也在经历着一场舆论战 同样也是善与恶的较量 还有一种恶则更令人恐怖 就是一些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携带着 毫无责任心的拥抱社会 离开武汉的人 绝对多数能够自我隔离 或者登记观察 但有一些人则是逃离家隐瞒 台湾省今天发现一例令人震惊的病例 1月2日 一名五十多岁台商 在武汉出现体温升高和呼吸道不适等症状 1月21日 为了回台过年 故意服用退烧药顺利登机 当晚6点多从武汉飞往高雄小港机场 然后搭乘捷运到巨蛋站下车回家 22日早晨 外出是早餐 中午到高雄某医院看皮肤科 下午4点到高雄 金巴黎舞厅找小姐玩 6点多离开 全天没有佩戴口罩 四处游走 而台湾的防疫口罩是足够用的 23日夜 台商病情发作 被列入疑似病症 24日被确诊为新型肺炎 也就是24日 台卫生局公布的第二例肺炎确诊患者 但在24日寻查时 此人隐瞒了五厅找小姐和看皮肤科 两起重要形容 大年初一凌晨3点多 跟他有过亲密接触的金巴黎一位 五小姐出现呼吸困难 并伴有强烈咳嗽的症状 由于该台商跟他互留过电话 在小姐打电话逼问下 台商才告诉他 我得了新型肺炎了 然后小姐向卫生单位报告 承让这位已经住进隔离室的台商 隐瞒行为被揭穿 高雄重新统计 他可能接触的人群范围 家人五位 朋友五科20多人 五厂小姐40多人 医院皮肤科和其他科19人 而21日地铁乘客难以统计 今晚9点半 韩国瑜为此事召开紧急会议 可能要管制84名相关接触者 会议还未开完 高雄方面没有进一步回应 这位染病的吴小姐 当时与他在休息室里 一起等待客人的小姐有200多人 他们存在的隐患 比那些可恶的台商要严重得多 由于陪伍的职业特征 他们与人往往是近距离密切接触 而光顾过金巴尼的五课 往往会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不想被家人和公众指导 因此尽管台湾是防御中心 呼吁接触者主动联系卫生部门 但响应者少之又少 证明明知得病 却若无其事啪啪走的台商 虽然被岛内网友骂到臭头 但他引发的社会风险成本难以估测 50多岁还如此毫无社会责任心 为图自己的快乐 不但害了小姐 也害了许多未知者 人性之物尽显无异 这位台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希望这种人 最好不要存在于社会 简直是人体炸弹 社会总是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发展 就是扶上的一线战士 和制造传播谣言 逃离监管 隐瞒病情的助恶者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普通人能做的不多 但出门戴口罩 尽量少出门 在网上反击谣言 都是一种贡献 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 挤小三为大三 会捐牛乘大海 这道坎 中国人一定能卖过